嗨大家好 我们继续往下 看看这个Unity的属性 接着往下就来到这个Vector2 同理的 那么它的一些基本操作呢 就跟我们这个上面 刚才说过的这个Vector1是一样 如果你想要改名呢 那么直接在这里 双击这个小按钮 就可以改 那么同理的 这里也是有这个暴露 是否暴露啊 他的这个引用名称是啥 你可以制定一下啊 我这里还是制定一下比较规则 而且这样看着到时候不太好看 然后呢啊再往下呢 他就没有这个模式了啊 他就是一个default 默认值啊一个xy的一个值 那么这种Vector2我们可以用在哪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二元的一个东西 二元东西呢 比如说uv 对吧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 uv它只是两个轴向吗 一个u 一个v 这时候呢使用这个vector2啊 我们就可以来非常好的控制啊 跟这个uv相关那些东西 那么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文档啊 他有说了什么啊 其实也没说啥 然后呢啊这个文档其实也没啥好看的啊 这个虽然是Vector2的一个按钮啊这个这个值但是呢我们 在expector上面显示的还是一个Vector4的一个输入值对吧啊这个我们 啊我在这个以前有录制过的这个serge graph的视频里面有说到过 那么我们在这里保存一下啊 啊我们回到这个编辑器我们看一下啊对吧 这个Vector2 my Vector2 它是xyz w啊四个值 当然呢在这里的话 如果您是修改这个z跟w呢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这里默认值呢 它只有xy对吧 那么z跟w呢是没作用的啊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unity 它这个呃编辑器的一个架构的一个问题了啊 可能编辑器跟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 总之呢啊这里文档这里有说明啊 啊 定义了一个Vector2的一个值 但是呢显示呢啊在这个输入的这个 expector这显示呢还是一个Vector4啊 那么z跟w呢是这两个元素啊 这两个是没有用到的啊 好那么有关这个Vector2就到这里了 那么呃我们把这个Vector3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我跟人猜想跟这个Vector2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啊果然啊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改名了 那么他的这个默认值呢就是x5z 保存一下啊料想呢 这里显示的也是四个参数对吧 好那么 那么 紧接着 我们继续往下建立这个属性啊 好如果您的属性太多了啊 可以点击这个小按钮把它关闭啊 然后呢这个这样的空间就小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往下 添加这个 Vector4啊 同理的 那么234它相差的并不多啊 对吧 那么这个Vector4呢 在我们的这个inspector显示出来的 就是真真真正正的一个啊 4元的一个向量了 对吧 他的z跟w啊 你在这里输入呢 他确实是有用的 那么就对应着我们里面的z跟w啊 他的这个 那么我们有关于这个Vector 系列的这个啊属性了 那我们就啊 探索到这里 我们学习到这里 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